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大人哥常常提醒大家 其实不管你是现货期货 也就是做台股 或者是做期货部分 其实正确的操作策略 还有资金控管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面临挑战 什么时候会出现危机 会出现转机 比如说今天的台北股市 就碰到了非经济因素 也就是地震的影响 那么到底投资朋友 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如何因应呢大人哥 好德鱼好大家好 我们昨天本来是跟大家说说 因为廉价的关系 然后如果一些 你想要多放几天 多休一天的话 你可以提前把你的部位去做获利了结 把它平常掉 因为你今天出发多开心啊 对不对 然后结果今天早上7点58分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办公室 12楼的办公室 突然晃啊晃 就是先上下 然后再左右 然后晃完之后还没停 还愿意给我旋转旋转旋转 那时候还蛮恐怖的 我真的说实话是蛮恐怖的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了 上半段的骨膜力 延解在这边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我第一件事情不是逃跑 因为也没有得逃跑 因为那时候是12楼 如果你要跑的话 要跑12楼下去 我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 是赶快发一个light 来跟大家做关心 来跟大家做提醒 你看这是今天早上8点28分的时候 我赶快去抓的那个中央气象局 它的那个地震测暴图 然后在下面还跟大家说 7.2花莲正央 那台北捷运停止中 大家还好吧 那如果今天早上如果有开地的话 先不要恐慌恐慌哦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地震对上市贵公司的影响 通常主管机关会要求 公司用重训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公告 如果没有重大专栽情传输的话 那地震就会是一个管空 然后呢无碍波段多头的走势 这是在股票操作啦 或像是你如果有一些股票部位的 粉丝投资人 那有加我的light的话 应该可以比较能够安心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像今天的台股 虽然中场下得了128点 可是像OTC贵买的话 它是翻红的哦 对 或者我们就说到 像昨天才跟大家讲过的 我要去股市现场讲 那个ETF的观念 莫名其妙 那个微影就给它涨停板 我不是报名牌 我是讲观念 我是说当时的微影被 五六剔出成分股 头信砍出阿呆股之后 从1800涨到2500 结果我莫名其妙 今天微影又涨停板 2460了 对 然后另外的话我还讲了那个谁 川湖 川湖今天也是涨了6% 所以我们节目 我告诉你真的 把人也来问东西啦 然后那个非凡 或像是东森他们也都喜欢来问东西 还有谁 静电视啊 然后还有谁 iNews三例 反正就是这样的观念 还有工商跟经济 常常参考我们的节目 还有那个聚恒网 你都喜欢来问东西 那问回去 如果写对的都好 但是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哦 因为FED的官员 认为五月份不会降息 所以美股下跌 不对哦 伯伯 大错特错 本来五月就不会降息啊 只是美股在那边创高拉回啊 所以其实今天的台股 比较像是跌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跌美股下跌 另外一件事情的话是跌地震 那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说过了 反正每天每天的一些操作的话 你总是会要做一些因应 比方说你该做多的时候就去做多 你该放空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讯息 讯息比较偏空 或者是指标比较偏空的时候 你就去放空 那如果是 再让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多空双向可以灵活操作 那或者是说你如果在清明年假之前 你就直接把它获利了结掉 都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今天的行情的话 我务实一点讲 其实今天的行情会比较难操作一点点 所以今天的行情的部分的话 我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给我们的团队会员两则讯息 我先把它切开来给你看 这是八点半的时候 发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八点三十二分的时候 发了这个东西 那我就提醒说 七点五十八分八八之类的 那只要没有中大灾情 你就会恢复平静 祝大家平安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也说到的是说 因为你如果看到像夜盘的高点 变是一个短压 那多空加上看450 然后呢支撑的话是看 那个350 对这边多一个0 然后呢散户多空比的话 是负的21%多 然后结果你看到说有没有 今天的收盘就是收在我们所说到的 波段支撑的350的关卡的地方 真的就是50点100点去看 是啊没错 好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今天的话有一些盘中的假跌破 比方说这边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那个橱柜 办公室的橱柜又开始震了 因为那是余震 所以行情就要给他杀下去 然后杀下去之后又弹起来 然后守在这个350这边 所以今天的行情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于消息面 跟题材面跟地震的干扰 所以我们请我们团队 是在年假之前 控管好你的部位好 这个蛮重要的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如果就今天的一些 操作的部分的话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礼拜一4月1号 我们就是放空获利了结 那昨天的话就是做多 顺势当冲获利了结 今天礼拜三 接下来是四五六日的四天连续假期的话 就变成是今天就会变成是原本做一个多单 然后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 我说那个嘎嘎嘎的那个地方 就这样杀下来 然后就看到一个小星星 如果有比较大部位的话 你这边应该是可以赚钱的 可是后来又拉上来了 所以后面这边如果你没有把你的部位去给它平掉的话 你今天大概就是一个不好玩不好操作的时间点 所以其实今天的操作的话 我就不用教学式的来跟大家做观念沟通 我用一个比较属于观念式的 也就是你看到今天我们聚保期的主题节目叫做是 7.2级的强症好恐怖吗 那不会因为我只要做好这件事情 就不用怕 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纪律操作 那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每次每次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 你就是用顺势顺着毛毛的方式 比方说来讲过很多次了 做当初也是顺势 然后做波段的话也是做顺势 那如果你做波段的我们的会员 那你自己也一样 今天晚上可能把你的部位把它缩小 把它甚至把它平常掉都没关系 因为下个礼拜回来再做就好了 以免在连续假期4天的时候 美股有什么波动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 想要出去玩 那你就还要顾你的部位 玩了又不尽性 这样一个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要去花莲的话 可能现在过不去了 然后因为那个什么 大清水税到前面 有灾情 崩塌整个崩掉了 所以我也没有回花莲娘家 那所以这一次的话 就是请大家平安的玩就好 那我也说过了 反正我们的短波策略 它就会变成是赚大赔效 然后就会变成是时间一拉长 行情给我们的时候 我就可以赚到一个月1000多点 可是如果是行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指数被压缩的时候 我可能就只能赚像去年12月的200多点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在这边 或者我们每天的节目的重点 你一定看到这一页投影片 无论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长期看我们节目的话 我管你的 你这样就给我看 这是我的苦口婆心 就是做好这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 就是用纪律操作 然后赚大赔小 然后聚杀成塔 才可以负利反备 不要拿20万就想做期货 不要拿20万就给我all in大台一口 你该准备的是多一些些 更充裕的保证金 比方说50万 存在你的保证金账户里面 然后再来跟我们洽询 聚保期把它带回去 你可以用聚保期 给你一些辅助 让我们一些会员很可爱 就是自己很有想法 然后就看我压力支撑 然后再看一下聚保期 然后当冲跟短波一起看 然后看完之后那边冲 冲起来还蛮开心的 还蛮赚钱的 因为他们说不冲就手养 真的有粉丝在我们的YT频道 下方留言说 我就是手养的那一个 对这个我真的没 这个就是 反正是守好没事的纪律的话 是赚得到钱的 我这个说过很多次 那财富自由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做好这些相关的纪律的操作 当然实战班我就暂时先不能收 因为真的就是 我有多少的经历人 我自己很清楚能收我就收 但是没有办法收的时候 不要跟我要求 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给我们的团队会员 都有很很棒的关心 很棒的照顾 还有很棒的专业服务跟绩效 所以一而满 他就是而满不可以收 那如果而满的情境之下 如果你觉得想先试试看期货 不管是小白或者是说已经有在市场上面一些经验 想要赚得更多或者想把之前的一些不好的操作的习惯把它改掉的话 聚保期很好用 是聚保期先带回去 那你可以先用聚保期来帮你把现在目前的一些操作的技巧把它更提升 那如果真的需要加入我们的财富持有计划的话 用Lineator 然后用080的方式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您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就算是廉价期间 我们依然有非常专业 非常热心的同事 我们的服务人员来替您解答所有的困惑 当然也邀请您可以把大人哥的免费粉丝团加起来 我们的ID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把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聚保期给带回家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M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